蜜蜂的种类有很多种 其中马蜂就是最危险的一种 如果它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会立马将自己尾部的毒针扎进敌人的身体中 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过敏的反应 甚至就会导致死亡 就算没有被它们的毒针刺到 就单单的咬上一口 那种疼痛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马蜂不但会攻击各种各样的小型昆虫 而且还会攻击比它们大出好多倍的老鼠 视频中一只可怜的老鼠招惹了马蜂 被大马蜂抱着咬 挣扎的老鼠已经被这只大马蜂给咬 视频前的你 如果存在防止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晶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3400 中药秘方条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 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皆可免费咨询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鸟 能让马蜂都不敢招惹呢 其实这只鸟的名字叫 捐头蜂鹰 它们主要以马蜂和蜂巢为食 由于它的身上有着厚厚的羽毛 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但是最让马蜂崩溃的就是 捐头蜂鹰随时都可以跟着蜂群 迁移栖息地 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 完全就是马蜂的噩梦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小伙伴们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